力量在着大陆旅客的大巴士 在法国马赛遭遇攻击 车上共有41名乘客 谋面人还想上车拉人 吓坏了大家 有旅客被玻璃刺伤 小腿上有血迹 总共5人受到轻伤 旅行团是饱受惊吓 已经取消巴黎的行程 离开法国前往瑞士 因为警方击毙少年 引发的示威暴动是越演越烈 年轻人趁火抢劫 破坏马赛的商店强行进入 不少店铺赶紧 在店外封上围板防止偷窃 镇报警察以吹泪瓦斯 疏散群众 各大城市的纵火事件频传 法国出动四万五千名警力 进驻各地平息骚乱 周五警方彻夜逮捕了 一千三百多人 而连日来被警方拘留的 示威者超过两千四百人 有三成是不到十八岁的年轻人 法国足球巨星 姆巴佩呼吁民众停止自我毁灭 让这场骚乱结束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 被迫取消到德国历史性的 国事访问 他表示利用少年之死 进行各种暴力行为 是让人难以接受 但是也有人临危不乱 在警方镇压示威者的时候 不顾街上火堆还冒着烟 悠闲地享用自己手上的三明治 被网友戏称为三明治人 真的是所谓吃饭皇帝大 记者综合报道